那這一題的話,稍微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三角形 那三角形判斷我想大概跟我觀念 如果三邊都一樣的話 是什麼呢? 就,它叫等邊三角形 然後還有什麼 A加B大於C 然後A等於B的話,等要三角形 不過 當然不只是AB啦 BC也可以啦 就是這條件可能你要去再思考一下 那等要直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頓角 還有呢,三角形不存在的條件 比如說呢 兩邊的長度 小於第三邊的話 那一定不可能啊 比如說一邊 四五十的話 四加五 九嘛 那一定不可能成為一個三角形 所以最後的話 這邊當然有一些相關的Sample 各位可以看一下 訊息要怎麼樣秀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這邊 這個有點不是很清楚,放大一下 如果三個一定只能三邊 如果第四邊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正方形 然後這個地方三角形 這個是等腰三角形 這個等腰 這個是直角三角形 然後頓角 然後這個是不是一個三角形 所以我這邊的話 把最後結果給各位稍微看一下 那不過因為參數太多了 所以我乾脆講 也是一樣引用前面 用輸入的方式 然後中間加一個空白 把它丟給Args 這樣會比較簡單 不然每次配置要設一堆 很麻煩 乾脆用一個Show Input Dialog 算了 所以以後可能我建議他們 乾脆考試這樣就好了 因為現在基本上 很少人在Consor下面開發了 你要Compiler 又不是DOS 環境底下 現在恐怕很多人 連DOS都不會用了 DOS指令可能都忘光光了 所以基本上 將來應該慢慢會改成類似這樣 那比如三邊 三 空一格三 假設四邊的話按確定 那它怎麼樣 錯誤 當然秀出來 你也可以不一定要在Consor 你可以秀一個 秀Input 這個 那三 三 三 按確定 有沒有這邊是一個等 邊三角形 那如果是 四 五 十 這個應該什麼 並非一個三角形 對不對 然後另外還有 六 七 十的話 這個應該是 頓角三角形 諸如此 你可以去輸入幾個值 然後比對一下 參考一下 那程式怎麼寫 我想各位看一下 我是把它寫成一個Function 會Return的 Return一個Stream Return什麼呢 Return這個東西 最後的那個字串 另外順便講一下 就是說 剛剛有題目裡面 如果你們將來去考試的時候呢 它會有一個要求就是怎樣呢 它要我們繳交什麼 繳交幾個東西 一個是Java檔 就是Source 一個是.class檔 那這兩個其實 當我在砍拍的時候呢 執行之後 它自動會幫我砍拍了 那這個Java檔應該都知道放哪裡 就是我們的什麼呢 我們的這個 在工作區裡面 那我的工作區放在這裡 那如果說你要把這個工作區取出來的話 非常簡單 你就直接在我的電腦裡面 把這個貼上一下 直接到這邊 那比如說我們的那個 我是放在我的套件是這個 TQC Java裡面 那Source裡面都在這裡 比如說我們207題這邊都有 207打開來就是這個 將來只要繳交這一個 那另外class檔在哪裡 基本上class檔在病裡面 一個Source嘛 一個病 病裡面的話就是什麼呢 207砍拍了之後 所以將來如果你們要繳交有沒有 其實如果Eclipse 就直接Copy貼過去就好 貼到它指定的目錄裡面去 就完成測驗了 OK 那裡面這個 其實齁 我之前有裝那個反主義嘛 點兩下其實也都可以看到 然後反回來 OK 那這個地方大概跟各位說明一下 就是我們的工作區裡面 的專案名稱 裡面有一個Source 跟病 那將來腳腳都 陸軍都在這裡 那請各位稍微思考一下208 好 來看一下 這一題我是把它寫成 一個Function 就是方法裡面的 等於是這個類別裡面 這個類別 那我們這個類別名稱 裡面的一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是有return的 所以前面部分是 它return的詞 是一個String 也就是說我們把 這個地方帶進來 總共會有三個參數 這三個參數 那這個三個參數的話 分別是ABC 那實際上 我們容許它有小觸點 所以這邊的話 ABC三個是一個Double 所以在接參數地方 這個宣告的這個 這個資料形 這個資料形態也是Double 所以三個Double 傳進來之後的話 那return回去是一個String 那return接到之後的話 秀出來的就會是我們的自串 所以return後面加上的是一個自串 OK 再來那寫的位置特別注意 我前面一直強調說 前刮弧跟後刮弧 所以你稍微點一下 這個刮弧跟這個刮弧也對 然後我們的方法的刮弧 是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然後class的刮弧在這裡 特別注意 因為很多同學經常都刮錯了 刮錯這個方法就會產生錯誤 OK 那再來的話 我們寫作的方式的話 這個前面有沒有加Static 好像應該是沒有影響 我把Static 如果Static沒有加的話 不行 沒有差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要Static 那Static加上去是靜態的方法 這個地方如果沒有加Static 這個好像會產生錯誤 OK 那這個地方 另外宣告它的話 除了用直接給這個名稱之外 另外你也可以在前面再加上 我們前面有講過就是 呼叫這個方法 你可以在前面加上一個類別 然後點 點之後的話呢 也可以找得到它 就是說在這個類別裡面 我們有一個方法 有一個靜態方法 然後會指向它 那如果不加的話 其實基本上也沒有關係 因為前面加一個類別的方法 主要是 如果你是在同一個套件裡面 有其他的方法的話 那你可以指向另外一個類別 它的一個方法 只不過前面必須要有個修 就是如果你外部要被其他類別使用的話 前面的那個修飾詞要是public 這個前面有大概講過 如果你不是public的話 是private 就沒有辦法去使用到這個類別 還有裡面的方法 這個裡面的方法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傳三個參數 那這個三個參數呢 裡面要做哪些判斷 我前面講過 我是用一個show input dialogue 然後比如說我這邊 輸入的值是335 那這個地方的話 基本上按確定之後 它會把這三個參數帶過來 帶過來之後的話呢 先第一個 那我這裡 先判斷什麼 判斷說 它是不是一個三角形 如果呢 它是一個三角形的話 才繼續跑下面的動作 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 就跳離了 就return 就結束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第一個333 我按確定之後的話 基本上它會跳到哪裡呢 333 應該是等腰三角形 等腰 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這邊有個判斷 按確定之後的話 會出現等腰三角形的邊長 那這裡的話呢 根據那個試體裡面 它其實就已經給我們相關的比對方式 所以基本上 你只要照這個比對方式 來做的話呢 基本上應該不會有問題 所以 第一個等邊三角形 那相等 所以這邊的話呢 A等於B and 特別之外這個是and B等於C的話 那這邊的話就是等邊 那這個 再來就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跟其他的 就按照這個試體裡面 給我們的提示 那分別 把這邊幾個 用else if 然後第二種判斷方式 那就是A乘 A的A平方 加B平方 等於C平方 而且A乘等於B 這個是一個等腰直角三角形 那其他的話 alc 這個是等腰三角形 然後這個方式 這個地方 判斷出來是 一個直角三角形 就是A平方 加B平方 等於C平方 那當然你這寫的方式的話 你也可以用max.paw 等於是A 然後把它豆點 豆點2就可以 這個地方當然可以改寫 成max.paw 然後其他的話 就是鈍角三角形 再來是瑞角三角形 那最後 else 也就是不在這上面範圍之內的話 那就是並非一個三角形的編長 基本上我試過啦 應該是都run的出來 照那個範例裡面的 這個給的數據應該是ok的 不過你可以多try幾個來 因為我發現這個判斷是好像還有空間 因為本來我程式只有寫到下面 根據提示給我們 上面這個是後來寫的 因為我發現後來 如果按照提示給的 最後你run出來呢 假設這個地方沒有這個判斷的話 會有個地方會產生錯誤 就是4-5-10的話 它變成按確定 它會是一個鈍角三角形 所以這裡我才加上這個判斷 這個判斷就是說 如果 怎麼呢 A加B 如果是小於C的話 那就不用講了嘛 那B加C小於A C加A 就是三邊 兩邊的加總 小於第三邊 那就根本一定不是一個三角形 所以這個是我後來把它加上去的 那 最後的話 它有個return return的值 就會return一個自串 所以return回去之後的話 那這個部分就結束了 它會把return值 把它return回去之後 然後這個地方就會是一個自串 return回來 這邊就會丟回來給一個自串 OK 那其他的我想大概差不多是這樣 請各位試著把這一題 稍微再把它完成 那外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好 那那個畫面 程式畫面應該也放上去